每天吃一瓜 封闭姐巴巴巴 肖战的战海状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部剧承载了极高的期待 自开拍以来 便吸引了众多业界大咖前来探班 包括月文级总裁 量子娱乐CEO 优酷副总 青年导演以及杨小培等重量级人物 几乎所有的股东和投资方都纷纷前来探视 近日就连正午阳光的掌门人都去了 当然 侯侯亮去探班奔的不是剧而是人 《正午阳光》的战争题材电影《得闲警制》 已经敲定是肖战的饼了 这部戏是《正午阳光》今年开的唯一一部电影饼 历史真正六年创作的等子 编剧《狼小龙家》导演孔生家兼智行三评 再加上《正午侯总》亲自参与选角制片 这样的伴底绝对是王诈组合 当下剧组已经开始在招专业跟主人员 预计六月底开机 拍摄周期为三个月 肖战作为圈里商业价值足够顶的艺人 有他参演的作品在招商上就会非常顺利 投资资金往往会很充裕 就凭这一点 他要拿这些头部大制作还是很有优势的 在很多观众看来 是他搭上正午资源飞升了 其实内于资本奉行的是结果倒推原则 谁成功了 谁拿的就是好资源 谁就是资源咖 同样的好资源给了别的艺人 可能就没那么大的水花了 说到底还是人的区别 好资源 好资源